下一個回合是合唱歌 有請 我叫林佳儀 大家可以叫我阿K 花名是阿妹 今年十七歲 職業是學生 我的性格很瘋癲 同時又可以突然間 害羞 他不可以再害羞下去 你可以在日常生活繼續害羞 但是當你知道你唱歌 你要釋放出來的時候 那個害羞就要力開 我的優點就是很勇敢 而且意志力很強 阿妹這樣 很大一個躍進 我要她站在別人面前唱歌 她去到第二個人的時候 她耳朵都好 那個小妹妹是小妹妹的阿妹 她也是害怕得很厲害 但是她做 並且今次她害怕 跟她在露營的時候 害怕的時候不同 上次她一個字都唱不到 今次她唱到 我真的不擔心她 阿妹 我知道你今年十七歲 很多事情你都需要去學 希望你可以好好學習 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在人生的這個階段 在舞台上成長 好消息是你給任何位都可以保證 所以未來的路 有好長 不是只有這個比賽 好好享受每一刻 好好走好每一步 每一天都要比一天更加好 假如你做愛上歌 加油 其實由當一開始選擇 主題的時候 我們讓阿妹先選擇 因為想著阿妹可以選擇 一個最有信心的主題 她就選擇了合唱 其實那時候就想過 唉 那我找誰跟她一起合唱呢 其實一直以來對教練 都會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好像一開始有一點點 令到她被迫要去合唱 Hello 我的名字叫Addo 翻名叫教練 今年23歲 是一位籃球教練 我會覺得自己很開朗 很喜歡笑 我的優點是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很喜歡幫不同人 教練呢 他是不是真的教練 他是籃球教練 籃球教練 這個就是他 也是他的偶像包袱 他放不下 習慣了做教練 習慣了做頭 變成他進去另一個世界 而這個世界 不是他厲害的世界 但是當別人一說他 要有些什麼不好不好的時候 他是有緬甸和面紅的 他就是一樣 不要給教練兩個字 困住他 所以可能其實要他改名 不要再叫他做教練 我們唱的歌就是叫哥哥 這首歌是大家好提議的 因為他覺得我們兩個的形象 真的很像兄妹 一開始我是打算選擇 女歌男唱 是因為自己都唱開比較多女性的歌 但是當大家好 他推薦了這首歌之後 我可以放下女歌男唱這個item 因為真的 大家都叮一聲 是這首這樣 聽到那六個item 就已經想要玩合唱的 因為要我自己唱一首歌 我會比較緊張 比較害怕 如果玩合唱 會容易處理 這首歌的前設就是 二妹妹出發 就是他對哥哥的心底說話 但其實哥哥 就已經不在 或者暫時不在他身邊 這首歌中間會加一些劇場 令整個故事性 或者整個氣氛會更好 就是這樣 是最簡單 最美 不敢太壞 不愛太乖 手還手 就算 也和也分賴 居時有人 想結婚 定有小孩 仍記得破 夠那雙皮蟹 哥哥 還記得那一次 你教我打籃球 我不停地跌倒 你就會很快跑過來扶我 你還跟我說 不要再容易被自己跌倒了 我答應你 我要懂得自己站起來 放心吧 哥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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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你一起 老氣不實讚美 天光到天下 仍落姿不備 朋友和伴侶 最好是你 不敢太壞 不愛太乖 請你原諒我 已習慣依賴 假使有人 糾結 糾結 還沒法開懷 認真真相 還記得我 是 妹妹 原諾 原諾你真的長大了 再不像以前的小女孩 那你要加油 好好照顧媽媽 和你自己 和哥哥 我真的要離開了 加油 好啊 還有 謝謝你啊 不敢太壞 不愛太乖 請你 要諒我 已習慣依賴 假書有日 糾結 還沒法開懷 仍想曾相愛 記得我 是 天空才大 上陽小街 手還手 就算 出落也不大 終於有日 將月中落過天涯 回頭是不退 食的門牌 是 那個 那個 我與你一起 做小髮夢幻皮 天光到天黑 仍樂此不疲 朋友和伴侶 最好 是你 是你最愛的 愛的 是你 是你 是你最愛的 愛的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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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Jeffery JJ 今年26歲 是一個潮流編輯 不太明白為什麼他 會把自己打扮得這麼成熟 你對他的褲子 還是他牌有什麼意義 褲子 就是我爸爸的那種 特別是觸摸 的方法 明白嗎 好像很不安的感覺 性格比較慢熱一點 優點就是 冷靜 處變不驚 天跌下來 浪費感 絕對極度需要改善 含著東西 唱歌的這個壞習慣 如薑絲伴不回省 人間縱失去感性 勾上去某個位置唱歌 抹大家唱歌 這個是很需要去改善的 JJ的問題是 他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很嚴重 要他大聲一點 會去做 但他覺得已經大聲了 滑也都出不完那個世界 他懶在哪裏 他懶在哪裏 Energ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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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懶不是想的 你以為自己給了 即是以為自己做了 或是以為自己準備好了 但真的懶 即是他經常都是這樣 而且他不肯試 Hello 我叫張家佩 英文名是Luciana 大家可以叫我Lu 今年26歲 現在是一個演員 一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和大家 容易打成一片 但到後來 可能需要多些時間 大家才可以認識到 真正內心一點 那我的優點呢 就是自我調節的能力都比較強 遇到挫折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很快就調節過來 開心吧 嗯 小路寶是太怪 變了有時候 叫他做一件事 他真的做給你 但沒什麼創意 不敢試新東西 所以其實他要頂一點 那我們首合唱歌就是 這個明天以後 那為什麼要找我們兩個合唱 你覺得嗎 你覺得嗎 合唱選了JJ和Lu 就是因為 以我認識的JJ 他應該可能 未夠氣去演繹整首歌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來的 只是讓他唱一半 他可以避免到他的弱性 那Lu呢 其實他的聲音都很細 很清潔 比攝影機的時候 好了 而且他有演戲的經驗 他可以帶動他們兩個的互動 的氣氛 你們開會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說 其實你有其他項目你想做的 項目 啦啦隊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沒有 第一天我們一圍圈 大家一聊的時候 很自然你們兩個合唱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兩個合唱 這樣 是 無緣一起高歌 一同唱 沒結果 再合唱 也沒結果 明明從前是我所求求你故事我 電池人替我寫出的痛楚 希望你開口唱吧 合唱歌哪可得我 動作你拋開我 我讀唱一次認錯 你為何萬物的孤歌 消失的幾情 還要以幫 誰人仍然是你記住的一個 失去的戀來難以勉強 我一句聲 靜著情歌中可滿足一秒下想 一口流亂你的聲聲 恐怕未放下命 一一發 不堪設想一千句 親愛的 恐怕時間 無聊無緣又遇上 我亦無犯法 適早見難 夢點我先 這麼一刻 口罪愁著 始終無法合唱 祈求回頭也太難 如何唱多一晚 無人搖輸 無人搖輸我 比比歌更慘 既信你分手以後 這一天已經心態 當初你拋開我 我讀唱一次認錯 你為何難目的高歌 消失的激情 還要熱波 誰人仍然是你記住的一個 失去的戀來難以勉強 我一句聲 靜著情歌中可滿足一秒下想 人後流亂你的聲聲 恐怕未放下命 一個不幸自生一千句 真愛你 恐怕時間到了 忘言又遇上 我亦無辦法擇早見難 夢點我先 寂寞一刻 我再酬唱 始終無法合唱 不要始終放低我 我怕我以後還是唱 只是結果 以後 只有一個 失去的戀愛難以勉強 開一句聲 靜著情歌中可滿足一秒下想 人後流亂你的聲聲 恐怕未放下命 一個不幸自生一千句 真愛的恐怕時間到了 無緣又遇上 我亦無辦法早見難 變我聲音 什麼一刻 我再酬唱 始終無法合唱 始終無法合唱 你們會不會想分享一下你們這麼感觸 你們是拍拖還是什麼 不是我認真問的 我看你們的感情很投入 看看我也想哭 不知道為什麼 看著教練 就是我自己本身 對於剛剛可能的表演 就是有點失準的位置 就是已經有點失望 再投入了在首歌裡 也有些秦回來 然後看到教練 感情連系 為什麼他哭 我又想哭 其實是好的 對 證明你們是真的 投入了在故事裡面 教練呢 你唱完都沒事 突然回到他 因為 我們這個歌 或者這個表現 前節就是 關於離別的歌 最近 有一個惡色的小朋友 他離開了 所以就 會很感觸 我覺得如果 那首歌是清聲唱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一掉了 我看你們就 就不回答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馬上續發 好像要很久 我覺得那個要經驗 真的要經驗 我覺得你有點不值 特別是 一開始已經 有點失準 我就看你好像 沒有了信心 那我喜歡你的親和力 因為歌手 其中一件事 大家都忘記了 就是 我在台上面是顆星 但是有種親和力 是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 如果要講獨白 有時候 就不止 只獨了它 要有一點點感情 因為我看你IG那些 你平時唱得 好像好過今天 我覺得 是 我覺得教練 都應該是 被那個感情帶走了 應該你是會 比我想像中 唱得更加穩陣些 加起來 我覺得 剛才你感動到我 你們兩個 我突然間 坐著做什麼 我都想哭 我覺得 都成功了一半 當然 下次 遇到清聲的歌 真的要小心 又或者看到黃遠芝的歌 要離開 真的有難度 至於 Lu和JJ 相對地 是比較穩陣的 不過你們 有沒有了解了角色 那個 有 我們是一個 我求伏合的 一個男人 奈何最後 我們都 說不定 沒有計劃了 我覺得 好像合唱的時候 然後要大家 互看對方 會給到力量對方 要不然 我就 我看著你的三樓 你又看著我的拉鍊 這樣 有些 幫不到大家 我有時候 可能就是那一下 你看我 我就看你 我就再用力一點唱 這樣 就會幫到整件事 會再加分 先說一下 Lu和JJ 開頭我還沒看大家唱的時候 我看手機 聽我以為是Vinci 有隻耳朵 為什麼我在唱Vinci vocal 阿Lu 對阿Lu 你的聲音的質地是很像他的 所有的dynamics 還有他的 對阿 那些功名位 是很像的 有好有不好 你要學了他厲害的東西 要把你自己的角色 要多擺一點出來 要不然的話 就 我要看我 不是Vinci 那另外 我覺得你們兩個合唱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是 拍子 拍子不准 就像吵架 大家可能 不夠熟 還是唱K MMO 但是在樂隊的時候 可能感覺不一樣 這件事要留意一點點 但是整體上 整體質地是不錯的 那阿妹 教練 我覺得踢在上面 就不用多說 因為其實我們 做製作 或者做歌 其實要做一件事 最簡單的就是 要感動人 唱得多好聽 多厲害 都好 但是你那一刻 沒有你的心是沒用的 那你們剛才是 沒有我的心 那中間會有很多瑕疵的 但是那件事 是一個經驗來的 所以我覺得已經很好 教練和阿妹 先 我覺得你們浪費了一個 這麼好的題材 和這首歌 很多個時刻 你們浪費了 首先阿妹 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還沒準備好 坐下的時候 然後到教練進來的時候 雙手掛著在搞 耳機 可能你覺得 你已經用最大的能力 去掩飾你 去搞耳機 那個位置 但是其實那個對於 一個這麼有濃度的劇本 或者這樣的題材 你的歌詞 的發揮很遠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你有沒有在 第一時間已經 進入了這個表演裡面 那我又未至於想哭的 但是我是起過兩三次雞皮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覺得你們浪費了 因為你們選了一隻 很適合的歌 和一種 很舞台劇式的表演 其實是穿鬆的 特別有獨白的時候 但是兩段獨白 你們各自的獨白都浪費了 那好看的地方 可能剛剛我都看到 有些參賽者也好 或者我們現場 有些朋友 或者評判都被感動 可能就因為你們 那種的organic 所以其實表演 就是回感的事 就是你學完technique之後 你要把這些technique 完全丟掉它 去拿回自己的organic 表演出來 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紮實一點的表演 好 阿Lu和JJ 我自己個人來看 我覺得有點懶惰 因為合唱 其實是 你很難得有個partner 跟你share 那個舞台的壓力 但是在頭半首歌的時候 你們沒有理過對方 就算我不看他 但是只要我在表演上面 我給了一種交流 其實觀眾會看到 我會知道 這是一個pre-set 但是剛剛就是覺得 好像大家欠了大家錢 陳流行情歌水則都繼續播 可惜今天無緣 一起高歌一堂 好像不太好朋友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 Jeffery和Chris 你們兩位都有一個 唱歌的朋友 很容易犯的問題 就是用腳去打拍子 我們在台表演的時候 其中一個大技 就是台風的控制 包括你的手 手部的動作 那些其實在排練的過程當中 只要你們肯去看 playback的話 就是叫那些partner 幫你們拍下的話 其實你自己會改到的 那Lu的Vocal 我覺得是很成熟的 但是當然 缺乏少少的個人特色 但是是很穩定的 Jeffery 你是不是很緊張 剛剛 是啊 你有嚴重的吹板 的情況 是啊 他都還沒完 然後搶著出來 我都說了 舞台是一個很誠實的地方 是一塊鏡 他的性格本身的弱點 會暴露在台上 所以我剛剛看到 可能你在自己表演的時候 對自己的ego要放低 就是不要太著意 人家現在怎樣看著我 多少對眼看著我 身高啊 外形啊 各方面 你都具備了一個上台的quality 但是就是你自己 那個body 本身的gesture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評判的意見 準備好我們都揭曉你們的答案 恭喜兩位 贏了當然是開心的了 但是 表演的確是有點瑕疵 還有一些失誤 這個真的 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不斷搞自己的意味 可能是我自己弄到 因為我一進去 我聽不到樂器聲 我只聽到很小很小聲 然後我就在那裡教 之後做完都覺得自己 其實就算他有些問題 都不應該這麼明顯地整他 因為始終我們是一個 類似短劇的一些表演 可能就是這些行為 會導致出了氣 所以是要檢討和改善 其實有些少少覺得是 用一個最不暴露 他們缺點的方法去贏了 我覺得他們的items 是開心的 因為我也覺得阿妹會開心 起碼會贏到一個items 有得繼續下去 其實今天令到我覺得最模糊的 我最不知道他們的底有多少 就是阿妹和教練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聰明的選手 因為他們選了一個 拿情為分 拿感情分 拿善情分 但是由頭到尾 在唱功上面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不覺得 阿妹和教練 在於一個表演來說 是差一點的 但在於我來說 因為我們會錄一首歌 做一首歌的時候 我們怎樣才會收貨呢 就是聽一下會不會有 尿心的感覺 可能那個字扭了 甚至乎咬得不正 又或者一個pitch 差一點點 我們都不介意 因為其實尿到你的心 才是每一個歌手 或者每一個演員 想做到給別人看的感覺 一定要尿到人心 才想去聽你唱歌 我心裡別得一個感受 這一下 搞來做什麼 你說 我想問兩位 為什麼會選擇 你剛才唱的那首歌 其實我們要選擇 90年代的歌 那我就聽了很多首 有沒有選擇他那些 哈哈 他那麼年輕 我以為是90年代的 那些 哈哈